西方文化本来就是比较向前看的 而中国文化是相对来讲的是比较注重传统的 那么这个文化特色呢 也涉及到喜剧领域 这个西方的喜剧 基本上没有人去演传统的过去的经典段子 偶尔会去拿一些经典的老段子进行改编 我们算是向传统致敬的那么一种方式 但是少 而那个弘扬传统文化或者是继承传统 说传统段子 尤其是近几十年以来呢 在相声领域里头呢 其实这个分量是越来越重 我觉得如果说我是希望对相声艺术有贡献的话 那个贡献应该是把自己的一些文化背景的 优良的一些元素带进来 丰富相声 有机的和中国的传统艺术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看看我们能不能做这种 又是弘扬传统 又是贴近现在的生活的一些节目